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捷瓜蝦米煮粉絲的確是一個十分加常的菜式 大人小朋友都適合吃的,要注意什麼地方呢? 我們先看看材料 捷瓜三個小小,約一斤,粉絲一手 然後蝦米 首先出的蝦米,一般蝦米的質量似乎大小 如果是家用的,這個尺寸就相當適合 我們用一手 這些蝦米,我們日常放在冰箱的冰箱 第一步,我們用水洗一下 洗一下裡面的髒東西 然後倒水 第二層水,我們用水浸一層 然後還有粉絲,粉絲是優質的 去雜貨店買泰國粉絲的質量會比較好 我們回來,這些粉絲洗一下 然後倒水 然後倒水 主要是再過一過陣子 然後第二轉,我們用水浸 約浸10-20分鐘 粉絲一定要浸才好吃 粉絲浸泡,拿一些櫥花出來吹一下 這櫥花我曾經買了 放在冰箱一晚,我们选择这些节瓜怎样选择呢? 视乎我们做些什么菜式 如果我们做这些主节瓜菜式,我们就不要买这些那么大一样 我们尽量摸下去,有些节瓜皮 有些毛毛仔,有些刺手,还有看上去 青脸白正,清脆乱绿,这些节瓜仔就最棒了 像这些,都是不错 那我们回来,拿一把刀出来 我们的节瓜就刮,不要刨皮 刮就最好的 全部刮完 刮到差不多就可以了,头尾的节瓜就收拾一下 这类型的节瓜,如果我们买来煲汤的,就买来大小小小 所以爆料啊之前,我买了一个节瓜王 其实,我用来有一个节瓜 可以上去Youtube搜尋用来看那三小小小的节瓜 看看那大小的节瓜吧 如果我们买来这儿都喜欢吃大小小的节瓜 麵包是相當好吃的 小花刮乾淨後,隨即用水沖一沖 再檢查看有沒有刮應該不乾淨 準備一粒乾蔥 一粒蒜頭加蒜蓉 一粒乾蔥有點絲就好 用來起鑊,備用 捷瓜要怎樣切呢? 切捷瓜條,大約半隻手指的厚度 這樣就OK了 切一片片 然後切好骨牌形狀 跟剛才切的闊度,切到一條條就可以了 不要切太幼,捷瓜要切到粗糙 這樣煮出來才好吃 如果太幼,煮出來就會變爛了 這些就備用 如是者,這也是這樣做 不要急著,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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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裏有些剛剛煮的,可以用西式刀切 會比較靈活一點 如果有多少烹調經驗,就用中式刀切 這些文武刀切,反而不會太疲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刀有這麼重量 當有既定技巧,功多藝熟 可以切快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再放在一邊備用 再切一片薑,會有什麼用呢? 切一點薑米,也是用來起鍋用的 始終至於捷瓜也有些瓜青味 還有蝦米也有海產的香味 料頭豐富一點,做出來就比較好吃 把蝦米拿起鍋用來 把蝦米拿起鍋用來 隔水,不要倒掉 蝦米水很容易倒掉 然後把蝦米的材料都準備好之後 進入下一步 把蝦米燒起鍋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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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蝦米燒起來 一分鐘內,可否嗅到蝦米的香味 大多讓 reducing Woo 炮一下 要沉三十秒 加 руet 蒜蓉薑、金蔥和ied frust,30秒 炮到一起 現在把節瓜放進去,保持著大火,炒幾下 讓瓜青味炒出來,外面有行淚,很有現場感 攪拌約一分鐘,隨即在鑊邊添少許酒 下酒後加入蝦米水,加入蝦米水後加入水 剛剛浸泡的節瓜面,差不多就可以了 隨即調味,加少許胡椒粉 鹹味的來源,加入魚露,煮絕瓜,不要加生抽,加魚露 大約1湯匙 鮮味的來源,加入蠔油,1湯匙 隨即將所有調味,拌勻 然後加入粉絲,慢慢均勻 將粉絲,擠瓜和水,炒一炒 這段時間,收回小火,兩分鐘過去之後,開開 然後放大火,現在慢慢收一收擠瓜的汁,將它收乾少許 收乾少許,要不停攪拌,儘防粉絲有少許黏底 到這段時間,要試一試鹹度,看夠不夠 如果缺少鹹味,這段時間加入五分一茶匙鹽 我什麼時候都說,炒的,開頭我們加入七八成味 到最後,差什麼味,我們就補什麼 煮這個很簡單,有蝦米和節瓜,它本身已經很好吃 粉絲吸收兩樣的味道,配合魚露,鹽和蠔油 我們不用收乾了,現在差不多了,關火 淋上碟前,我們放少許麻油 再煮兩下,嘩,就香了 讓大家看看,它有少許濕,有少許水也不要緊 因為粉絲還在吸水,我們先把它補起 一個簡單好吃的菜,就呈現眼前 做這個菜,有什麼竅門呢,就是我們取決於你多喜歡吃粉絲 如果喜歡吃,像我一樣,加這麼多粉絲,就加多一點水去炆 不用炆得太乾身,有少許濕,還有少許水在底下,這個效果就最好 喜歡吃粉絲的網友,給我一個Like,我星星 喜歡吃節瓜的網友,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粉絲蝦米煮節瓜 簡單易做而又好吃的菜,呈現眼前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多謝收看,下個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